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 你要自己做 你要自己操作 还是你要跟着我来做 我问你这个问题就好了 你要自己做 还是你要跟着我来做 我跟你讲 你自己操作 你今天已经 为什么不跟着清俊来操作 各位你知道这波下来 很多人到现在为止 我是说很多投资 也许包括你在 你可能之前股票卖掉了 你不晓得该怎么接回来 或是你现在是空手的 你现在也怕追高 然后你可能锁定几只股票 或锁定几个分析师的股票 然后你在那里操作 反正名牌 可是你没有我的抗讯 你没有我的指令 你自己在那边 今天踢到铁板了 然后盘中的时候 我听到我们营业大厅 好多人打电话来问 好像是红大厅下来了 你跟在身边不就好了 你为什么一直要那么坚持 我就很好奇 奇怪 有一个方式可以让你很安全的 很保险的 可以让你放心的 晚上睡着着觉的一种方式 跟好跟紧 跟在清俊身边 如果不要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你之前就自己来 从一万八到这阵子到一万三 这段时间你也自己来 过去这半年期间 你也是自己来 结果呢 我没有要贬低各位的意思 说操作方式有很多种 一种靠你自己 但是问题是你有盲点 因为你会的那些技术分析 你看那些报纸 杂志 晚上的财经节目 我知道你有操作股票的一些方式 你选股的逻辑 选股的方式 因为一两千档的股票 你不可能 每天都在找吧 做功课做得这么勤 我不相信 很难 就算有一个 少数 大部分你们有你们自己的家庭生活 你们有你们自己的工作 你们有自己的事业要照顾 所以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来去研究股市 所以最快的方式就是听电视的 看电视那些老师在讲什么股票 或是看报纸在讲什么股票 对不对 看网路在讲什么股票 你们照着去买 可是这半年以来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你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那 你的绩效怎么样 你现在的赚钱 到底是赢还是亏 赚还是赔 你自己心里有数 换一个方式 换一个方式 你会发觉海阔天空 你会发觉有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说 我要你刚好跟紧 因为我除了红达店 我还有别的 接下来我还会操作别的股票 别的标股给各位 我都准备好了 只是你不知道在哪里 我知道在哪里 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我知道他们接下来要怎么做 只是现在很多人还在犹豫 犹豫不决 或在那边彷徨 还在担心 要不要进场 那个通膨升息 可是那个利空还没有散去 通膨还在 月底要升息 7月14号的时候 7月14号 我说美国CPI利空不点 终极大反弹要来了 那个时候 7月14号 在这一天 那时候14438 在这一天 我跟你讲说 终极大反弹要来了 你不信 你没有相信我 然后我再写一次 15号我再写一次 你还是不信 因为你有你的道理 你有你的 你有你的逻辑 你有你的看法在 我尊重 但是你可以参考我的意见 要不然我写这个干什么 我希望你能够参考我的 大家教学相长 互相参考 可以 OK 你来看看我讲什么 我把我的看法 我把我的论点 写在这边给各位看 让各位来做验证 好不容易 终极大反弹要来了 好不容易 最好赚的时间要来了 结果你现在 你今天居然想空手 你今天居然想旁观 你居然现在想抱着 不会涨的股票 你居然还想抱着 你之前套牢的股票 然后你都不动作 你也不做价差 然后你好 你可能天真的以为说 终极大反弹上去 你的股票就可以解套了 没有啊 没有没有啊 我必须要先破除这个谣言啊 没有这种事情啊 就算大反涨上去 各位你的股票 不一定会涨到原来的起跌点啊 没有这回事啊 我不想点名啊 有点名人家说 老师你在打压我的股票 我不是在打压你的股票 我真的很想实话实说 因为我知道他们的 他们的 他们资金在哪里嘛 资金在哪边 股票就会 标普就会在哪里啊 只是你不知道啊 你对这个盘还是有疑虑啊 我明明就跟你讲 你看那个 那时候我就告诉你 五月外销订单 很棒的时候 六月的营收就很好 六月的出口就很好 那现在六月的订单 这么好这么漂亮 那我问你 七月的营收会如何 七月的出口会如何 讲基本面 我用这个方式 是跟你讲 我们接下来的 基本面 七月八月 我们出事会很不错 你不要再想说 美国CBI年真的 很恐怖 很可怕 对 股市的悲观情绪 那时候在讲的 海啸来最惨 结果呢 结果开始涨 美国股市开始涨了 开始涨了 那个NASDA 飞成半导体 S&P500 我跟人讲说 回升行情 七月十五号我告诉你 回升行情 各位你的焦点的目光 不要再放在这边了 好不好 美国还是有些数据 是很好的 通膨也要准备降温了 这我有跟你聊嘛 油价啦 黄小玉啦 贵金属商品都在跌嘛 而且我也跟你讲过了 就算拉回来 各位下面有 有他给你靠啊 各位 他也在挺你啊 你在怕什么呢 所以现在就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大环境越来越有利于多头了 现在就是选股的问题 真的 现在就选股的问题 要买什么股票的问题 那我问你 下个礼拜一什么股票会大涨 下个礼拜开始什么股票会大涨 你知道吗 是元宇宙吗 今天我差一定很多人在那边 诅咒元宇宙 诅咒宏达电 你看啦 开高走低拉回来啦 没救了啦 没救了 上次跌停板的时候 我怎么讲的 老师那你的意思 还有机会再上去 也不一定 搞不好还要休息整理了 搞不好曲终仁善 你说不定 跟在身边 我教你怎么做 你就不要自己乱做一通 对不对 你就相信我就好了 难道我字卡上面写的字 各位这很难吗 我字卡上面写的字 应该你看得懂嘛 当然有人说 老师你那时候说 天天长低拉也没有 对不对 2388微圣 那时候公开的时候 我记得我开在这篇 6月27号那一天 开在这篇 来看这段 来导播 Check out 有一支鼓咖 8 7 6 5 4 3 2 上停板 后来叠下来嘛 你又说我在骗你啊 我在碰轰啊 什么拿到等大转啊 拿到等大转啊 各位 真的大转啊 真的大转啊 我字卡上面写的字 我有没有说到做到 你会觉得说老师 你威圣 你运气好 今天大涨 盘中拉到涨停板 我只能讲 来拿我这支股票的 跟在我上边的 还有在赖群组列面的那些人 赚翻了 赚翻了 包括我昨天公开的这一支也一样 你知道吗 我记得我在这一天 7月14号 我在我的测标上面写说 开放四次体验掌停板的感觉 我这里有写嘛 开放四次让你体验大转的感觉 我测标写上 开放四次体验掌停板的感觉 昨天我公开的时候啊 昨天我公开的时候是这样 7月21号 来你先看昨天 来导播 这个 这支股票 大涨 没有掌停板 昨天没有掌停板 那我测标上面写的 开放四次体验掌停板的感觉 人家说老师 你没有掌停板 你没有说到做到 我没有看到 对啊 昨天你开牌了 大涨没有错 可是 我没有体验到掌停板的感觉 有呀 对不对 有没有 你自己说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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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没有说到做到 我有没有说到做到 有没有吗 我说开放嘛 标题都告诉你的元宇宙了 昨天公开大涨 没有掌停板 没有掌停板 有些人还酸我 干嘛你们嘴巴吃柠檬是不是 讲话那么酸 哎呀你又没有掌停板呢 你那时候测标上面写说 体验掌停板没有掌停板呢 为什么 为什么我昨天一公开 今天就拉到掌停板 为什么 早上开在这边而已 谁拉的 谁拉的 来了 看到测标了 看到我今天的测标了没有 我们来验证 这一张以后我会把它截下来 截录下来 把它印出来给各位看 你看我的这次股票以后 会不会掌停板 你等着 我有这个自信跟把握 为什么 因为今天的这支股票 我跟你讲 这个比接下来的 我刚刚讲那几支股票 还厉害 这支股票不得了 不得了 光之霸主 光之霸主 来来来来 你字卡好好看一下 光什么光 光学镜头 我就直接跟你讲了 光学镜头的光 就是这个光 光之霸主 对啊 以前光学镜头 那个时候光学镜头 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说 你的应用面就在手机那边而已 手机光 手机好 那光学镜头就会受惠 光学镜头就会水涨残高 手机如果卖得不好 那光学镜头也整个下来了 所以你看到光学镜头 这贵了 应该说前面这几年 真的是喜喜福福 后来又加了一个汽车 包含了电动车 包含了一般汽车 ADS 先进辅助驾驶系统 还有什么自驾车 都要用到镜头 光学镜头又热起来了 又热了一波 现在手机光 手机要用到光学镜头 汽车要用到光学镜头 各位 你想想看一个光学镜头厂商 这个手机要来跟我下定 汽车那边的也要跟我下定 应接不暇以外 现在不得了了 又要加一个什么 宇宙光 宇宙光啊 那个AR VR的装置 那个镜头 各位 原宇宙将会上光学镜头 这个产业 未来有非常大 大转什么 转机的题材 大转机的题材 想一想 如果你是一家光学镜头厂商 手机要来跟你下定了 汽车镜头要跟你下定 现在未来又有宇宙光 又有原宇宙的那个镜头 要跟你下定了 你说营收会不会爆发 你说获利会不会成长 你说这个产业未来会不会有人要来就吵 会不会 我是他们 我一定吵 那还用讲 沾上现在接下来最热门的题材 我还不去吵 那我是笨蛋 要不然我要吵什么 吵PCB吗 还是吵什么 太阳能 还是吵什么 货柜航运 闪转航运 还是吵面板 还是吵PC 吵NB 那个吵得动吗 很多人都已经套牢了 套牢在里面 而且为了接下来还真的有库存的问题 怎么吵啊 我吵上去多少的卖压会把我的股价打下来 吵不动啊 可是这个不一样 各位 我跟你讲 过去这两年 应该说过去这一年好了 我不要讲两年 过去这一年 他们都没怎么涨到 他们都没有怎么涨到 你知道吗 你看大力光就知道 好 没关系 我以大力光为例子好了 大力光 没有啊 大盘这一波是怎么涨到 过去它是这样涨 大力光没有哦 大力光是一直下来的哦 我以大力光为例 这次什么光 是不是大力光 不要问 你不要猜 你来拿 你来拿我就给你 我跟你讲这次股票你今天没有来拿 你晚上一定睡不着 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会担心万一以后我公开的隔天又拉到涨停板了 就像我昨天公开华讯 今天又拉了涨停板了 你会少赚几%你知道吗 我有没有那个实力 各位我昨天开什么 我还开金桥 昨天我还开金桥 又涨 早上还 那个在盘下 哎呀 是不是没效 盘下 盘什么下 盘下 我这里边还开迷惘石 各位迷惘石 我开这一天 连涨三天 开完隔天跳空涨停板 昨天大涨 我昨天没有讲 今天继续涨 不要讲太多 我跟你讲 我的股票我不想讲太多 也不想让它什么粉末登场 不需要 不需要太过的装潢 不需要快度的打扮 我低调的进行就好了 你就看我的股票怎么涨 怎么飙 你就等着看 我不多说什么 我不要在那边大声当张 敲锣打鼓 来哦来哦来买我的股票 我不要这样讲 我要告诉你 我现在给你新的 因为这些股票你看到的 你看到它的走势了 你看到我公开之后的表现怎么样了 就像我昨天开的滑讯 没有掌停板 昨天我看没有掌停板 今天拉到掌停板了 我有没有说到做到 我真的说到做到了 各位 我真的说到做到了 我讲的是真的 我讲的是真的 我让你体验了 同样的测标在这边 体验掌停板几根 几根 只有一只哦 光之霸主 我告诉你 那只大户有钱人 全说了啦 信不信有理 你不信你不要买 你把机会让给别人 你等一下打电话进来 各位观众相信我的 你想跟我一起买的这只的 你打电话进来 我在电话里面告诉你 这只股票的股民 今天什么不要Q啊 也不用传真机 你打电话来 我电话直接跟你讲 我在电话告诉你是哪一只 我今天开放 全国观众 你今天看我节目的 在电视上看到的也好 在网路上看到的也罢 打电话进来 我告诉你是哪一只 我要让全国为我做见证 你看我上面的测标 未来会不会成真 就像我7月14号跟你讲的 元宇宙新黑马的滑须 有没有成真 有没有让你体验掌停板 有没有 体验到了 今天一样测标 我会把它剪下来 就跟这张一样 以后给各位看 来验证 你看我这只股票 到底会有几根掌停板 你等着看 为什么光之霸主 为什么手机光加气 又加宇宙光 各位 各位有人要做这件事情了 要做这件事情了 你等着 不相信你自己去看 你去看一些媒体 有没有开始在 开始在 开始在 在讲这回事情了 你去看 我先讲 我先告诉你 各位 来来来来 这一只 你今天打电话进来 各位 不论你是谁 不论你在哪里 注意 光学镜头又要脱胎换股了 他又在转股了 他体质要做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了 因为又有新的产业进来了 之前是手机 后来汽车 现在又有元宇宙 这么多的一些科技产品都要用到他 他叫做光学镜头 而且过去两年来都没怎么长到的光学镜头 即将要发光发热了 准备大标 但是我要给你第一名 我要给你最强的光之霸主 打电话进来 我在电话里面 告诉你这次股票的股民跟代号 光之霸主 好好把握住 进广告 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 你准备好了吗 小资翻转188专案 帮您翻转您的人生 您的财富 翻转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02-8511-3366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8511-3366 8511-3366 顶业投顾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超盘战将 华逊 开放试吃 让你体验大转的感觉 有没有大转 有没有 开放试吃 光之霸主 让你再度体验大转的感觉 这一支 各位一起说了 我告诉你 如果我没看错 我这支股票应该 会改变很多人的投资人生 也就是说 你过去这半年以来 你亏掉的 你失去的 你赔 你挺损的 我跟你讲 这一支搞不好 一次就给你全部要回来了 光靠这支就够了 一支就够了 这一支 不得了 非常大转机的题材 手机加汽车加宇宙逛 光学镜头机将要发光发热了 又要开始光芒万丈了 我跟你讲 这支股票 你打电话进来 我在电话里面 告诉你这支股票的股民跟代号 各位 好好把握 不用钱 来电送给你 下周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讯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